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非常虐心的电影 富豪大叔为了爱情,全部家产被骗走的悲伤故事 男主名为奥德曼,是一位年过半百的孤独老人 同时,他也是拍卖行业最为出名的艺术鉴定专家 在他的生涯中,过数无数的奇珍异宝 主持了数百场著名的拍卖会 他的能力堪比血轮眼,只需要扫尸那么一眼 便能认出这件艺术品的创造者和年份 里面的化学成分只需要闻上那么一闻 就算是一件被烧得黑气马虎的产品 他也只需要闻上那么一闻,年份自然得知 可以说,他是集财富和名誉为一身的成功者 此人虽然已经年事已高,但是一生没有过恋人 生活习惯比较另类,喜欢把白头发染色 每天在上百套西装中挑选当天穿的 各式各样的手套摆满了衣柜 连吃饭时,他都要戴着手套,生怕弄脏了手 丝毫不理会周围人的异样眼光 而且他还是一位非常讲究的讲究怪 他经常去的饭店为他专门订制了一份生日蛋糕 却因为提前了一天,奥德曼未曾吃上一口 眼看着蜡烛烧到了尽头 他依靠着自己的职务和权威所在 经常把一些他喜欢的美女名作低价拍卖 通过好有比例的暗箱操作将这些画作收藏起来 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奥德曼收藏的女人画藏了整整一个秘石 墙上挂满了世界各地的名作 他最喜欢听着音乐坐在秘石的中央沉醉在美女画作当中 好有比例也是一位热衷于画画的作家 这么多年的创作积累依然没有得到专家奥德曼的认可 奥德曼认为热爱艺术又会画画的不等同于艺术家 最为主要的是作品内在神秘感 这件东西说起来很虚无缥缈 好有比例并不具备只想特质 从这些种种生活习惯分析 奥德曼是一位非常自闭的人 戴着手套因为他害怕接触到陌生的事物 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生怕受到一丝丝的伤害 对待自己的手下很冷漠,脾气很暴躁 并且不使用智能手机 作为一位非常出名的鉴定专家 总会有一些人专门找他来拍卖艺术品 这一天,一位陌生女孩打电话找到了奥德曼 他在电话中哭诉 因为经济拮据,父母去世 他现在不得不卖掉家里收藏多年的藏品 父母离世时曾经嘱咐过 一定要让优秀的奥德曼拍卖才可以 他们认为奥德曼是艺术界的瑰宝 按照规矩 第一次的初步顾价是让手下去的 只有最终定价,奥德曼才会出面 鉴于女孩的阿谀奉承 夸得他心里乐开了花 于是,第一次破了自己的规矩 前往了一栋破旧的别墅 可是,别墅的大门紧闭 没有任何人迎接 奥德曼一时在大雨中等待了四十多分钟 这件事情令他非常愤怒 从夜三十六年来 这还是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女孩解释道 他并不是有意这么做的 当天他去网的路上 意外发生了事故 在他醒来的第一时间给办公室拨打了电话 但由于奥德曼不使用智能手机 所以并没有接收到消息 好在的是 女孩上市并不严重 第二天就可以出院 他祈求得到原谅 重新去别墅鉴定一次 听完合理的解释后 奥德曼的气才消了下去 第二天 他再次打理一番 戴上了手套 来到了别墅门口 前来迎接他的人并不是女孩 是一位自称弗瑞德的男人 他是这所别墅的打杂人员 跟随之前的房主人 自从一年前女孩的父母离世 房子已经被控制了很久 女孩家族在之前也是非常有钱的 别墅收藏了很多名贵作品和家具 现在由于家族没落 才会不得不卖掉 女孩是家族的独女 基本上没有任何亲人 别墅的家具和画作散落一地 窗户窗帘紧闭 在参观地下室的家具时 奥德曼被一个机械齿轮所吸引 趁着弗瑞德不注意 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凭借着他多年的健保经验 这块齿轮应该是比较特殊的 他找到最近经常接触的修理工罗伯特 解释道 这件齿轮明明是在潮湿的地下室 可是产生的秀却不是接触地面的那一面 这令他感到好奇 非常具有神秘感 好奇心很想让他知道 这件东西是什么 谈话间 一位美女找到罗伯特拿录音机 期间 当着奥德曼的面亲热了一番 奥德曼的眼睛都不敢指使女孩 只是利用余光看了一眼 这并不是代表他猥琐而是对女人很羞涩 虽然收藏了世界上的美女画作 但他并不能直面活生生的女孩 这天 奥德曼在鉴定名作时发现 这幅1890的画作底部 有一个齿轮小物件 令奥德曼对之前的齿轮更加好奇 第二天查看别墅时 再一次在地下室见到了其他齿轮 更意外的是 当他接到女孩伊贝森电话时 他却发现 电话另一头传来奥德曼屋子的声音 可以证明 伊贝森是在这个屋子里面 但是就是藏着不出来 明明是很生气的是 奥德曼却没有像之前一样大发雷霆 伊贝森当夜晚上给他打电话 解释清楚 闲于事件 他请别墅的开门人员弗瑞德一起喝啥 从他口中得知 他在别墅工作了已经将近11年 从来没有见到过伊贝森本人 传言他得了一种怪病 晚上 本应该是伊贝森主动打电话 奥德曼却第一时间拨打了过去 没想到伊贝森却说 因为某些原因 不再希望奥德曼管理别墅拍卖的事情 并道歉给他带来的麻烦 一声晚安后挂掉了电话 连留给奥德曼发火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昨天的不愉快 他出现在第二天的拍卖会上 本应该和比利暗箱操作低价收购名作 由于比利的反应慢 错失了成交的机会 奥德曼对此大发烈听 指着多年好友的鼻子大马 丝毫不念多年的情谊 最近的他总是遇到倒霉的事情 好在罗伯特那边有了好消息 根据齿轮上的名字 他们猜测 齿轮很有可能是18世纪 著名的机械指导专家 贾克·沃康桑 相传 他当年设计建造了一个机器人 可以回答人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 机器人不久便消失不见 当年奥曼德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他 这更加激起奥德曼的兴趣 紧接着 以贝森打电话预约奥德曼在别墅见面 藏了这么久的神秘人总算要揭开 当天到达别墅 奥德曼并没有见到以贝森本人 声音居然是从一面墙后面传过来 以贝森说自己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这样 将近12年没有踏出过房门 没有当面见过任何人 日用品都是趁家里没人的时候才拿进去 他把这种怪异的行为和奥德曼戴手套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通过异样的事物 暗示两个人有着一定的相同点 别说的艺术品交易需要物主人在协议上签字 也需要物主人的身份证明 以贝森却交出来15岁时期的护照 这更加让奥德曼对以贝森感到神秘 他忍不住透过缝隙偷看里面 以贝森却看到了奥德曼染着棕色的头发 大声说自己讨厌对自己头发不自信的人 这让奥德曼很时生气 扔掉了合同转身离去 出门时弗瑞德告诉奥德曼 从下周一开始 他不再负责别墅的答应 只会送一些日用品过来 以贝森交代他 把别墅的钥匙交给奥德曼 晚上他来到罗伯特的修理店 说一个朋友认识年轻的女孩 他患有社交恐惧症 女孩独自在别墅住上好多年 把别墅的钥匙交给他的朋友 他开始变得焦虑不安 一种无法形容前所未有的感觉 罗伯特回答他 那个人一定是担心女孩 考虑到女孩需要什么东西 一定要保持冷静 因为时间正在磨合他们 随即奥德曼将自己的头发 重新染了过来 这意味着奥德曼的心理防线 正在被突破 改变成为以贝森喜欢的样子 主动打电话找对方闲聊 奥德曼他已经掉入到 爱情的玄武当中 当他得知弗瑞德已经一个星期 没有去过别墅时 心里非常担心和焦虑 赶忙买了一大堆吃的前往了别墅 但是 已被森克雷尔病情压重 失去理智的大喊 情况紧急之下 奥德曼该口亲接地称呼他为克雷尔 紧接着 奥德曼居然请教罗伯特 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坚持多年不拿手机的习惯都被改变 有了手机 两个人的联系更加亲密频繁 有时候会在大半夜打电话闲聊 种种现象证明 奥德曼陷入恋爱当中 他把自己的心事 说给正在修理录音机的罗伯特 他建议应该见一下克雷尔本人 第二天 在别墅交代完事情后 奥德曼假装离开 却偷偷躲在雕塑的后面 第一次见到了令他心动女孩的真容 克雷尔的长相和身材很平凡 可能和预想的不太一样 不过 这完全满足了奥德曼的幻想 在罗伯特的建议下 奥德曼带着一束鲜花 为克雷尔庆祝生日 本来满怀期待 没想到 却因为拍卖物品的价格大吵了一番 奥德曼扔掉了鲜花 离开了别墅 独自一个人来到餐厅喝酒 一副生无可怜失落的样子 喝着沉浅老酒 却没有一点滋味 但没过几分钟 克雷尔主动打电话道歉 邀请他到别墅谈心 这一晚 奥德曼终于正式见到了女神 他戴着手套的习惯 无意中被突破 一切的一切 足以证明 奥德曼已经改变 为了心爱的女人 奥德曼退掉了不打紧的拍卖会 挤出时间为克雷尔挑选衣服 挑选化妆品 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 对自己要有信心 但两个人之间由于性格的问题 在一些事情上总会争吵 奥德曼首先想到的是 因为自己不了解女人的过错 所以他请教了恋爱达人罗伯特 他建议 晚上准备一场主观晚餐 罗伯特在雕塑的后面观察 奥德曼从别墅对面的酒馆买酒时 一个小女孩读着一大堆数字 几乎每次来到这里 都会遇到这个小女孩 晚上 克雷尔询问关于奥德曼的经历 一句关于每个艳品 都藏有真实一面的意思 奥德曼解释道 模仿他人作品时 艳化石会忍不住加入自己的痕迹 往往是某个不重要的小细节 或不经意的笔触 让艳化石的心机败露 暴露出他自身的真实情感 当晚的约会十分成功 罗伯特认为奥德曼十分出色 克雷尔比他预想的更漂亮 还直言告诉他 如果他不是有病 罗伯特也会喜欢克雷尔 和奥德曼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罗伯特的女友说 他最近一直念到克雷尔的名字 还向奥德曼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我把你当作最信任的朋友 你却想抢我的女人 一气之下 奥德曼从罗伯特的手上 要回了机器零件 可是他在克雷尔藏着的屋子里 见到了机器零件的剩余部件 虽然不确定这个是什么 但强大的神秘感让他很好奇 他知道 如果这真的是当年传说的机器人 那么他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估量的 目前只有罗伯特能够组装完成他 他厚着脸皮再次找到了人家 最终达成了协议 罗伯特不想掺和奥德曼的私生活 他只想完成那件传奇制作 这天 奥德曼买了一大堆用品来到别墅 找遍了所有房间 却不见克雷尔的身影 心急如愤的他询问对面的酒馆 打电话求助罗伯特 不经意间再次摘掉了手套 正巧 他还要紧急参加一场拍卖会 由于担心克雷尔 他并没有意识到戴手套的问题 在座的人 却已经注意到这个30多年没有改变的习惯 在讲解艺术品年代和细节上 也出现了很大的错误 心里面想的全部都是克雷尔 无法集中精神在工作上 接下来的几天 奥德曼精神颓废 食欲不振 好像丢了魂一样 眼睛都失去了光彩 经过多方寻找 他们最终发现 克雷尔并没有走丢 而是躲在了别墅的一间密室当中 克雷尔终于向奥德曼告知了自己病的原因 15岁那一年 他认识了一个比自己大的男友 从布拉格回来时 遇到了车祸 再次醒来时 只剩下了克雷尔一个人 至此之后 克雷尔便独自困在房间 找到了病因 奥德曼也算有了解救的办法 当晚 两个人缠绵在一起 奥德曼第一次体会到快乐 此时的他 已经完全陷入了对克雷尔的爱情当中 为了治好心爱的人 他和罗伯特商量 找几个人 把奥德曼暴揍一顿 趁着克雷尔心疼奥德曼 故意将他从别墅中饮了出来 用于治疗他的病症 计划非常的成功 克雷尔用了一碗治好了他的恐惧症 两个人终于能够和平常恋人一样 牵着手走在哪街 现在 奥德曼终于可以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艺术品 带给克雷尔看 对于他来说 这里面的一切 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东西 能够带克雷尔看 说明他远比这些还要重要 这天 奥德曼一对和罗伯特一对 坐在一起庆祝 本来打算卖掉古董的克雷尔 却不打算卖了 奥德曼当即将画册 在绅士饭店撕掉 为了余生能够陪伴在心爱人的身边 奥德曼举行了最后的一次拍卖会 展出的作品是一幅美女画 本应该按相操作低价收藏 这一次却按照了实际价格正经拍卖 由此可见 他真正的为此而改变 拍卖结束后 好友比利告诉他 为了让你记得错失投资我的机会 我寄了一幅画给你 显然 奥德曼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当他回到家时 他发现 藏宝室除了别墅的一幅画外 其他的名作全部消失不见 空留一个说话的机器人 这正是罗伯特组装的那个 巨大的打击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让他彻底傻了眼 自己心爱的克雷尔找不到 罗伯特也消失不见 情急之下 他来到别墅对面的酒馆询问情况 小女孩告诉他 我见到克雷尔这几个月 进出很多次 这和奥德曼认识有自闭症的人 完全不同 小女孩还说 那栋别墅是他的 之前租给了几个年轻人 而小女孩的真实名字 才是克雷尔 更为震惊的是 别墅的话是好友比利留下的 他算是彻底被好友摆了一道 突然之间 奥德曼失去了生活的意义 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不知道该怎么生存 电影的结尾 奥德曼来到克雷尔说的 日日夜夜餐厅 服务员询问他是一个人吗 他回答 不 我在等人 随着镜头的推移 电影完美的收尾 看到最后 我是非常心疼奥德曼的 他为了心安的女孩 染回头发 不再戴手套 学会使用手机 放纵自己 在餐厅不讲究礼仪 放弃自己丰厚的工作 只是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最终 却被人家设计套路 被坑得体无完肤 这件事情的主谋 就是好友比利 多年的暗箱操作 和奥德曼不欣赏他的画作 让他十分嫉妒和怀恨 也只有他知道 奥德曼藏话的事情 为什么别人不偷呢 因为 别人并不知道 这些话的价值很高 他们相信 奥德曼所说的高访货 唯一知道是真品的 只有奥德曼和比利 为了报复他 比利联合罗伯特和克雷尔 利用神秘感这个弱点 制造假的机器人吸引他 让克雷尔装神秘 一步一步让奥德曼深陷其中 最终 克雷尔偷看了仓暴师的密码 和比利偷走了所有的画作 那么 奥德曼最后憎恨背叛他的克雷尔吗 我认为是没有的 从最后在餐厅等人就能看得出来 走到警察局门口犹豫不决 他是真正爱上了克雷尔 对于失去的话 并不是很在意 那句话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他的感情 由了克雷尔 这些话也就失去了作用 所以再三考虑后 他觉得很值 而且他相信克雷尔也是真的爱他 这点只能猜测 根据餐厅说的话 克雷尔说接触到奥德曼 他决定不再卖掉 旁边的罗伯特一脸差异 明显是很惊讶 感觉就像是这和计划不一样啊 其实仔细分析 克雷尔是亏本的 偷走的那些话要和同伙分赃 还要担心被抓的危险 如果跟奥德曼 他不仅拥有所有的话 而且奥德曼这些年的积蓄 足以成为富豪 有这么爱他的人疼 别体会过得有多幸福 就算奥德曼知道是在骗他 他也会原谅心爱的人 总之 本片看到最后很虐心 本片名为最佳出嫁 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一部佳作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